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交通部航港局邀及双方航商研商以及排定航班 我相信顺遂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专案如果执行得很顺遂的话 我们一定会做未来常态化的规划 卫生局评估 专案执行期间对金门地区疫情并没有明显冲击 相关的防疫量能还有医疗量能上能承载 而另外金门往下门仍然需要依照中国规定 取得48小时内的PCR阴性证明文件 另外依据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从2月7号开始将不再对中国入境旅客 实施落地的唾液PCR裁剪